电工材料的采购和销售 嘿 大家好 我是Bob 我从2002年开始在多年多月 从事电工材料的采购和销售 期间也揭示了很多优秀的 电工朋友们和他们一起合作 完成到一个许多的电工项目 在这个频道里 我主要是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么多天要来电工材料的采购 安装和使用信用 以及一些电工朋友的 安装和使用信用爱乐 上一期我们讲了烟雾暴解器的重要性 这一期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一讲 家庭火灾逃生计划 安大瑞每年就有人在火灾中上升 2016年有102个人在家庭火灾中上升 更多的人受伤 火灾发生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进行计划 什么快速调生 怎么办呢 今天已经应该与家人做下来制定一个 火灾中逃生的计划 大家不要笑 一说火灾逃生计划 大家可能立即想到酒店房间 大门背后那个消防走火图 其实我们这里说的就是那张图 但是你们家的家庭火灾逃生计划 远比酒店的要简单的多 家庭火灾逃生计划 要怎么做呢 其实可以照着下面几个步骤去做 第一个首先画一下你们家的平面图 每个房间要尽量标记出两条出路 尤其是睡眠区 一条是平时出门的正常卸入 另外一条就可能是连接外墙的窗户 或者你有专门的走火通道 可能是那个走火通道 最好是与每个家庭成员讨论一下 具体的逃生计划 然后大家商议一下 在哪家屋外呢 找个地方 每个家庭成员在火灾逃生出来之后呢 去那个地方地点结合 拨打911并且等待帮助 如果有人被困在走火的监督屋里面 你们还可以计算人数 并且通知其技术部门 跟坐游轮一样 刚上船 船长可能就会安排所有的乘客进行消防演习 家庭逃生计划也至少要求两次 每年两次练习你的逃生计划 在家里进行一次消防演习 指定棚某人担任监督员 并且让每个人都参与 消防演习不是比赛 快点离开 但是要小心 为了使你的逃生演习尽量低伸一点 假装一些出口被火封住 练习替代逃生线路 或者假装灯灭了 在一些逃生线路充满了烟雾 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制造场景 但是要尊重安全第一的原则 确保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快速检索所有的乌窗 即使在黑暗中也可以这样 但安全栏的乌窗需要配备快速设放装置 家中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如何使用它们 如果您住在公寓楼 请使用楼梯逃生 发生火灾的时候 请千万不要使用电梯 它可能会停在楼层之间 或者电梯会把你带到正在燃烧的楼层 如果你住在二层楼的房间里面 并且必须从二层楼的房间逃生 请确保有安全的方法到达地面 比如使用逃生梯 我们会拍一个逃生梯的视频给你看一下 为儿童、老年人和残疾的做出特殊安排 行动不便的人应该在他们睡眠区放一托电话 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安排睡在一楼 或在发生的时候 在打开门之前测试门 跪在门前或者蹲在门口 尽可能高的伸手 用手背触摸门把手以及门与门框之间的空间 如果门很烫 请使用另外一条逃生线路 如果门很凉 请小心打开 如果您被困住了 请关闭您与火源之间的所有们 用毛巾和毯子塞住门周围的裂缝 以防止烟雾进入 在窗口等待 并且用浅色的布条 或者手电筒放出求救信号 如果房间里有电话 请拨打911 告诉接线员你的准确为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如果发生虎灾 不要留下任何东西 不要试图拯救财物或者储物 直接前往你和家人上映好的结合地点 然后用邻居家的电话 拨打911 你家中的每一成员 都应该知道如何拨打911 救命提示 在烟雾下 一定要尽量低的爬行 烟雾中含有致命的机体 而且热量会上升 发生火灾的时候 地板附近会有更清洁的灯气 如果你在使用不要出口时遇到烟雾 请使用备用逃生计划 如果你必须要传过烟雾离开 请用手和膝盖爬行 保持头部高出地面 12只24英寸 大约是30到60英里的高度 最后一旦你逃出来 不要以任何理由回去 如果人们被困 消防员会最有可能营救它们 火的热量和烟雾是压倒性的 消防员拥有进入燃烧建筑物 所需要的各种培训的经验 还有防护设备 这些都是理数不具有的 好的 我们总结一下吧 超过一半的知名家庭火灾 发生在夜间人们睡觉的时候 火灾开始时会出发烟雾报警器 在人们被烟雾困住或者客服之前 发出警报 有了烟雾报警器 你在家庭火灾中死亡的风险 几乎减少了一半 在每个睡眠区外和家中的每一层 包括地下室都需要安装烟雾报警器 每个月测试烟雾报警器 每年至少更换所有烟雾报警器里面的备用电池两次 如果你的烟雾报警器已经使用10年以上 请立即更换它 好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KD的家庭紧急逃生梯 这东西呢 我们以前大家可能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是什么样子 它总共就两个型号 一个是给两层楼用的 一个是给三层楼用的 两层楼的呢 最高是13尺长 三层楼用的是25尺长 不管是二楼用的和三楼用的 三层楼用的 它都是沉重900磅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前端呢 是一个钢铁做的挂钩 可以展开 中间要交练连着 所以一旦展开以后 它这个在水平方向上还是很牢固的 它主要用来悬挂在窗台上面 这是一个倒钩 然后呢 这个梯子的本身的载体是用锂合金材料做的 中间加上尼龙绳 那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按照步骤一二三把它打开 挂在窗栏上慢慢往下爬 承重量900磅 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大家可能 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这次讲这个 家庭逃生计划呢 可能要涉及到这个方面 所以我特地从库房里拿出一套来给大家看一下 关于这个紧急逃生器啊 我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就是 这个我要说明一下 紧急逃生器呢 上面写得很清楚 它说这个紧急逃生器是一次性使用 尽管自保期15年 从出厂开始 一直到使用15年之内都以下 但是它建议呢 用完了一次性 一次用完了以后立刻做抛器处理 然后呢 否则它不负责 重复使用造成的人身伤害 它不该不负责 可能 这个是为了一个免责的吧 免责声明 我觉得它质量还挺好 如果但是大家要购买使用的话 这个也是用来救命的 还是一定要遵从这个 这个说明去做 用完了就要扔掉 就是这样的 为了你和你家人的安全 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 做好家庭消防工作 消防四保一定不能少 第一 家里一定要安装烟雾报警器 确保能一直正常工作 第二 准备一个完善的火灾逃生计划 第三 如果做二层楼三层楼的 一定要从窗户逃生的 准备一个逃生梯 第四 在家里存放一个家庭装的灭火器 大约毛重6磅就够了 看一下说明书 每年检查一下压力够不够 视频的结尾 祝大家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好 这期视频我们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或者觉得我讲的内容 对你有用 请按小铃铛 欢迎对于我的频道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建议 请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答复你 也许我们下期视频的主题 会因你的问题而产生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